熊孩子为了买玩具 将家里价值百万的传家宝 偷走当费请求卖了 熊爸得之后吵好大儿 又是一阵暴打 这天熊孩子在楼下 看见别的孩子在玩玩具枪 这让他十分羡慕 要是我也要就好了 突然他临机一动 想到家里有个祖传的古董 卖了或许能买一把 于是他偷偷来到了老爸卧室 发现床头柜上有个精致的盒子 打开后里面竟然有个铜炉 熊孩子顿时大喜 太好了 把这玩意卖了肯定 可以买个好点的玩具枪 接着他就拿着铜炉来到大街上 找到一个收费品的工作人员问道 叔叔 这个铜炉值多少钱 男子看了一眼 不屑地说道 这个破铜炉能值几个钱 就十块吧 熊孩子健壮解释道 这个是文物 你看 这里还有印记呢 这是大明宣德年制 这个是明朝的 男子拿过来 仔细看了看 这个铜炉确实是明朝留下来的 于是问道 小朋友 这个铜炉是哪里来的 你别管是哪里来的 反正不是偷来的 小朋友 这个东西确实不错 你打算卖多少钱 熊孩子想了想问道 叔叔买把玩具枪 需要多少钱 男子看了看手中的文物 笑着对熊孩子说道 这样吧 我给你二百五十块钱 你拿去可以买个 很好的玩具枪了 熊孩子一听可以 有钱买玩具枪了顿时大喜 好啊好啊 二百五就二百五 我就喜欢二百五 接着熊孩子就拿着钱 开心的离开了 而男子转身就拿着铜炉 找到专卖文物的老王 因为他之前收破烂 偶然也会收到一些值钱的东西 所以就直接走了过来 老王 我这里有个文物 你帮我看看能值多少钱 说完他就将铜炉递了过去 老王拿起铜炉仔细地端详着 突然他眼睛一亮 不过很快就被他遮掩了下来 他露出不懈的表情 说道 这个破铜炉不值什么钱 男子一听慌了 他还以为是什么古董 能大赚一笔呢 于是问道 这个铜炉可是我花二百五十块钱收来的 它到底值多少钱 可不能让我亏本啊 老王见他上套了 故作严肃地说道 从外观来说 这铜炉还算过得去 这样吧 我出你五百块钱 以后啊 你要是还有其他的东西 尽管往我这儿送 兄弟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男子文言 只能作罢 毕竟自己也不懂 行 那五百就五百吧 反正我也赚了二百五了 也够了 说完男子 就转身离开 男子离开后 老王头就掏出手机 给自家老婆打去电话 老婆啊 咱孙子学区房 有着落了 今天我在店里 花五百块钱 收了个铜炉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铜炉 这是明朝时期留下来的 起码价值一百万 而这边熊爸回到家 发现床头柜的盒子 被人动了 他急忙打开 一看发现里面的 传家宝不见了 他急忙问道 老婆 我床头柜盒子里的铜炉 你拿了吗 没有啊 不是一直都放在 盒子里面的吗 奇了怪了 这盒子没有啊 家里不会进贼了吧 两人仔细看了看 房子内部 完全不像是 进了贼的样子 夫妻俩想了又想 他们只想到了 今天孩子放假在家 于是来到客厅找到孩子 豆豆 你是不是偷了 家里床头柜上的铜炉去完了 我的小祖宗 你赶紧说 你到底把柜子里头的铜炉 弄哪儿去了 而熊孩子 却低下头一言不发 熊爸健壮 则是急坏了 你倒是赶紧说啊 那个铜炉 至少价值一百万呢 咱们家里 所有东西加起来 都没有那个东西值钱呢 看见爸妈这么着急 熊孩子 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把他当废品给卖了 此话一听 熊父母 犹如虎雷灌顶一般 要知道这个文物 是他们家祖传下来的 至少价值一百万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现在被熊孩子 当废品给卖了 想到这里 熊爸气得直咬牙 接着他冲孩子吼道 你到底 什么时候卖的 卖了多少钱 熊孩子看见老爸 为了一个破铜炉 居然吼自己内心 也是十分不爽 我说老爸 你这么大声干嘛 不就是个破铜炉吗 我卖了就卖了 一点格局都没有 和隔壁王叔叔 比起来差远了 此话一出熊爸 再也忍不住了 上来就一定暴打 打完后 他再次问道 小兔崽子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到底把我的铜炉 卖哪儿去了 卖了多少钱 熊孩子见自家父亲 动真格子 也终于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我把他卖给我们街上 收费品的那个人了 一共卖了250块钱 听到卖了250块钱 熊爸顿时一口气没上来 直直地倒了下去 看见自家老爸倒了下去 熊妈和熊孩子都慌了 这时候无论熊妈 怎么喊都没有反应 突然熊孩子灵光一闪 只见他对着熊爸脸上 就滋了一泡尿 你别说这个办法 还真管用 不一会儿熊爸就醒了过来 他闻了闻 嘴里一股药草味 直接冲着这家好大儿 就是几个大嘴发射 打完后他说道 走现在赶紧带我们去大街上 找那个收破烂的 今天要是拿不回来 那个铜颅 看我不打断你腿 不乱雀 电视连统 都不乱雀 又做了